田屋美代子的家庭只有他和他的父母 因为一场车祸让美代子失去了他唯一的依靠 无亲无故的美代子成为了一个孤儿 他被送到了一个收容所里 但是这个收容所却是美代子一切噩梦的开始 这个收容所里的孩子 几乎都是和美代子经历相同的孩子 在这里的孩子每天都要被这里的看守给虐待 只要发现一点错误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因为虐待和惩罚 美代子和他的伙伴打算一起逃跑 在逃跑的路上 美代子和他的伙伴分散了 在路上 美代子找到了一个电话亭并且在里面捡到了十日元 在电话亭里他想起了他父亲临终前告诉他的事 你可以去找一个叫高野123的人 他是我的恩师 随后把高野的电话告诉给了美代子 美代子用捡来的钱打通了高野的电话 美代子把自己父母出事的事告诉了高野 正当他向高野说出请救有我的时候 电话断信了 并且他还被收容所的看守给打晕了抓了回去 在收容所里正当美代子要被虐待的时候 高野到来让他摆脱了魔爪 并且还把美代子接了回去当自己的孙女来抚养 高野以自己名字的123给了美代子一个新的名字 高野34 那次从自己的高野爷爷那里得知了 他一直在研发一种病 这种病的名字叫做除剑者症候群 这种病是一种寄生虫 它会寄生在人体并且改变别人的思想 当高野把自己研究的结果给全位人士看的时候 这些人并不相信高野所说的除剑者症候群这个病 并且还嘲笑高野 他们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可能存在可以控制人类思想的寄生虫 被嘲笑的高野哭了出来 而这一切都让三四看见了 因为目睹了高野的屈辱和痛哭 三四定下了一个决心 他一定要研究出这个病 任何人都不能干扰 没有任何人可以推翻 他要诅宰这个命运 和他爷爷一起成为神 前后高野已经去世了 三四靠着自己对寄生虫的研究 以首席的身份成功在大学毕业 他从高野的挚友小泉那里得到了一大笔钱 最后为了以偿自己和高野的关系 高野34改名为鹰野34 鹰野在小泉的帮助下开建了以鹰野和鹿江为首 附属观察野以及小赤木山谷组织为辅的 附建泽正后群研究组入江机关 前后附建泽开发生化武器 附建泽因为大坝建设问题分成了两个派系 分别是以玉三家元气婆婆为首的反对派 以及以杀都子继父为首的赞成派 赞成派的理由也是非常直接 就是因为没钱想拿到政府补贴 以及让政府在城里给他们安排工作 两个势力说着说着就打了起来 这一切都让鱼入目睹在眼里 到下午 祝江得知了除建泽正后群 寄生虫的一个特性 如果叔叔死亡的话 那么不久这个人体的寄生虫也会死亡 他们终于知道为什么之前的实验体没有找到寄生虫了 得知了这点的鹰野为了研究这个病 他算在感染者还活着的时候下手解剖 在一旁的祝江简直不敢相信 鹰野原来是这样的人 在晚上大坝建设施工队监督来到了工队房间 此时他已经感染了除建泽正后群 他像发了疯一样抄起街高对着工人们就是乱砸 他们为了自保拿起东西反击 没想到把监督直接打死了 最后其中一个人像发了疯一样拿起锯子 把尸体分成六份 然后分给在场人一人一份自己带了个手臂 但是没够多久了 这个人就因为病发到R5 被鹰野他们给抓到了 原来就像当场解剖的鹰野 得知了这个人是杀人犯后更没有了罪恶感 但是祝江依旧是反对鹰野的做法 他认为就算是犯人应该也要有人权 但是傅主和小赤木认为就算如此R5也没有救了 没办法如江只能妥协 这也是为什么第一年案件一人和一手消失的缘故 此时在法医解剖室的大石正在查看被分成六份的监督 这个监督可谓是大石的人生导师 教育他的次数比他爸都多 而大石也是一直把他当父亲看的 大石认为是原奇家害的他 他发誓一定要为他的老爹报仇 并且找到失踪的手臂 他一定要让原奇家付出应有的代价 一年后因为亲生父亲对杀肚子以前的虐待 使得杀肚子自然而然对他的继父也产生了敌意 继父为了缓解和杀肚子之间的关系打算一家子去旅游 在杀肚子在和他父母旅游的时候 突然并发至R5认为他的父母想要杀死他 然后就把自己的父母亲手推入了着流之中 他的母亲和继父双双阵亡 最后杀肚子也被送到了入江诊所 因也命令山公主持处理掉案发现场 不久鼓手刘花佳就从入江那里得知了除剑人的症候群 梨花也得知了自己是女王感染者的真相 得知真相的梨花打算让自己变成入江他们的研究材料 他认为如果这样的话可以研究解药拯救杀肚子的话 他愿意 随后每过一段时间梨花就会去入江那里抽血 但因也和入江在这个病上有了很大的研究进步 因也在无限轮回的梨花那里得到了启发 说说针对此病的药物缓解了杀肚子的病情 但是没过多久梨花的母亲就突然找上了门 原因是梨花突然发烧导致的 梨花的父母认为他们对梨花做了什么有为人道的研究 随后便和入江他们断了继续研究的协议 因也为了不中断研究 他想起了预设神的作祟 烟后的棉柳戒因也毒杀了梨花的父亲 之后杀死了梨花的母亲 纹绕成了梨花母亲自杀 可能是报应到了他的老师 高野的挚友小泉死了 因为这样政府也重新审视了病毒 打算停止研究 因为他们不想把这个病毒放在军事上使用了 他们认为研发术可以抑制这个病的药已经足够了 便下命令让入江机关三名内解散 现在当着阴眼的面又嘲讽了一遍高野的研究论文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病不可能是寄生虫 这个世界不可能存在可以控制别人意识的寄生虫 正当阴眼在宇宙空气认为一切都玩完了时候 他得到了野村的帮忙 野村声声就算是解散也会继续支持阴眼研究的 然后务实被这杀肚子匆匆忙忙找到了入江 虽然告诉一眼沙肚子的病再次达到了L5 也也告诉入江他会帮忙的 如果沙肚子无法回复的话 那么一定会成为珍贵的研究材料 听到这话的入江为了不让沙肚子成为实验品 决心一定要治疗好沙肚子 第二天务实告诉了入江沙肚子犯病的真正原因 沙肚子现在的记忆已经乱成了一团 并且在家里还经常被自己的叔父叔母虐待 所以务实恳求入江让沙肚子再多住一会儿院 如果沙肚子回去的话 他的叔父叔母又会继续虐待沙肚子 这样的话 务实就不得不去耽误沙肚子 使得家庭每天都是骂声 如果沙肚子不回家的话 他也不会和自己的叔父叔母吵架闹别扭 并且他也会轻松不少 结果沙肚子出院了 罹难也来到了除电则 随后的事情就是已经注定发生的了 务实打工给沙肚子买玩具 和亲手杀死自己的叔母 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沙肚子高兴起来 让自己轻松下来 但是没想到的是 这件事让本来病情就发作的务实 变得更加严重了 他患使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叔母 开始不停挠着自己的脖子 如今把务实带到了诊所进行治疗 与此同时 在梨花对村子的介绍下 皈依的爸爸打算入住除电则 让皈依忘掉心结 此次元妻婆婆打算以后敞开大门 欢迎所有来到除电则的人 他认为村子不能一味的保守 是时候做出一些改变了 而且他也希望能和沙肚子家马上和好 但是自己拉不下那个脸 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魅英身上了 不久后 归于别转到了除电则的学校 不亚く引っ越してきたのです 僕らは落ち着かれたのですよ ああああ これでまた買ってくるのです だってケイイチは僕たちに奇跡の起こし方を教えてくれる切り札なのですから でもケイイチが起こす敵は肝心なところでよく漏け上がりますです ああああああ ケイイチが悪い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のです 全部ハニューが悪いわけです お前のせいなのです ケイイチに謝るなのです 私たちはゲーマンの上にこれまでと同じ駒しかまだ並べていない 今まで足りなかった 強い力を持ち 高野の意志を打ち替えてくれる強さを持った子 それはあなた ハニュー あなたなのよ さあ 始めましょう この日のために 百年もの時間をかけたんだから 初見泽 一个坐落在深山的小村庄 这历史悠久 風景悠美 這裡的每一個人都 名風朴實 相親相愛 如同一家人一样 しかし 自從大怕分尸案之後 這裡就像是被詛咒了一樣 每當棉流記到來之時 就會有一人被殺死 一人被預設成大人作祟 この可怕的詛咒已經持續了四年之久 而在第五年 這個詛咒降臨到了 潰伊 李奈 魅鷹 獅鷹 沙都子 伊花的身上 他們在無盡的輪迴六月里 不斷的死亡 到底他們能不能解開這可怕的死亡和輪迴呢 又是一個新的世界 這次魅鷹為了擺脫輪迴 決定自己也參與進來 他不再選擇當一個旁觀者 他讓自己變得可視化 以梨花親戚的身份 轉入了桂伊他們的學校 大家都非常歡迎魅鷹的到來 並且他也加入了魅鷹他們的社團 他們一起玩得非常開心 在回去路上 魅鷹見到了鷹野和富足 見到鷹野的一瞬間 魅鷹全部都想起來了 剛才晚上他把鷹野是幕後真用事告訴給了梨花 並且把上個世界的事都告訴給了梨花 語文人文梨花沒有記住上一個世界 是因為自己的力量變弱的原因 也許這可能是最後一次可以救贖夥伴的機會了 此次赤板和大師他們聚到一起討論 梨花預言自己會死的事 還有一年就要退休的大師 決心一定要調查清楚這個案子 不論這件事有多荒謬 他都會無條件去相信的 但是他們打算助赤板一臂之力拯救梨花 該天梨花把自己現在的處境 以要畫漫畫為理由告訴給了大家 首先就是好奇為什麼幕後揮手要殺他 魅鷹打了個比方 如果有兩個派系分別是A和B 這兩個派系互相鬥爭著 如果發生全村滅亡的話 A就會被追究責任 因此失去勢力 而B為了達成目的就會被地裏殺死女王感染者 而事實正是如此 被腰包陰野的野村正是B派 他的目的是為了讓總理也見識一下病毒的可怕性 再來說就是讓病毒在村外爆發 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徹底擊潰A派 實施研究病毒的小泉殘留黨派 讓B派成功拿到辦公廳長官的職位 隨後梨花把陰野的野心告訴給了入江和富竹 此時大師帶著赤板也過來了 隨後五人一起討論如何制裁陰野的方法 但是打算就算失去退休性被解雇 也要制裁幕後真凶 隨後梨花告訴了大師 每年死亡和元七家一點關係都沒有 也把除建則的病毒和每年死亡的真相告訴給了大師 那天梨花把自己即將到來的遭遇告訴給了大家 最後再加上皈依的一番鼓舞 凌人打算一起合理幫助梨花 他們的計劃是讓梨花住在魅嬰那裡藏起來 所以他們在魅嬰家一起保護梨花 而赤板住在梨花家假裝梨花在家 就將負責監視陰野 並且到冤禁時日給赤板打電話報信 電話鈴上想一分鐘代表 梨花家有危險馬上離開 一分鐘以上代表入江遭遇不測 請馬上前往元七家支援 而傅族負責調查陰野的罪行證據 大師負責散布梨花已死的謠言 如果可以假裝梨花已死48小時以上的話 村子也沒有什麼暴亂的話 就不會發生什麼滅村慘劇 此時傅族得到消息 今天使用小圈給他的食意收買了整個山沟組織 中央那裡也從婆婆那裡得知 他根本沒有恨過殺肚子 反而對殺肚子非常的關心 而大師這邊正給老爹掃墓的他見到了 石英和他的媽媽 他們也是來給他掃墓的 其實元祺婆婆每年都會做餅為他掃墓 他認為要為了孩子買快點摒棄前嫌 為那場大壩戰爭畫上一個句號 此時大師得知正向決定要竭盡全力幫助貴一他們 就算活出性命 所有李娃死亡48小時以上的消息 現在大師和他的上司部下那裡成功散播 得知事情的陰野他慌了 他慌得不得了 此時山口也意識到他的計劃完全暴露了 而之前那邊也開始對陰野的計劃開始有點不信任了 陰野意識到了陸江和附属變成了叛徒 馬上把陸江監視了起來 附属也被山口給抓了起來 看到被抓的附属 陸江馬上從診所逃離但是失敗了 他的車子他也被打爆了 掉下了懸崖幸運的事 陸江被剛好路過的聲音和他的保鏢給救了下來 但他們不知道的是 陸江身上被裝了跟踪器 陸江給翅板馬上打了一分鐘以上的電話 先到暗號後的翅板馬上衝出了梨花房子 趕往了元祺家 此時山口來到了元祺家抓住了梨花 現在這時翅板帥氣登場 救下了梨花他們 Kiev Ee 員 Ze 燈 燈 我教你真正的拳拳 结果鱼针的声音从入江那里得知了务实还活着的事情 则是真正的拳拳和入江赤板加保镖一起潜入了医院 在医院拳拳拳也见到了莫名以求的务实 但是他们并不能把务实救出来 因为务实并发默契只能在医院治疗 但是按照计划他们成功把富足救了出来 此时归于他们靠着杀毒子的陷阱和预设神大人 成功把山谷部队给整的全军覆没 仅剩下一小撮人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魅英出色的指挥冷静的分析 因为这种情况山谷队长小吃木决定放弃计划背叛音业 L5并且逃离了小吃木 L5并且逃离了小吃木冰 我真的可以做过头 。我只能做到什么 我只能做成功做成功。 我只能做成功做成功 可能做成功 我只能做成功做成功 和个人 人 怎麼這麼… 這是我罪的報告 我沒有人 而為人超過的人 而為人的罪人 人的罪是人的罪人 而為人的罪人 而為人的罪人 無理… 無理… 高野… 最後の最後で一死報いることはできそうね 美穂ちゃん 你不想殺人 一歩前に出なさい 美穂… 為人的罪人 我沒有許可 無理… 我們想要不去的、可否… 無理 如果… 無理… 啼 鑫池可有 這麼 Keys 弾是一一並不小 但是一把有的話 金 誰也不能動 焦點打了我會被人發生的 不就得不在 哈哈 女性 我還在我的後來 我不是任何人打到你 你打到你自己去被打到自己的誤會 好 打我 那代表我來兌取 我以外五人的伴侶 我也是被害人 敏破 可惡 Mion Mion 不要動 我是部長 大家 要保护人 要保护人 勇敢 Mion 你 勇敢 是 十分 人 要保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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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 聖位 此 還 復活 夕日 一 一 二 二 ミ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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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太好了 好, 打人的女孩 人の世の押し付けずには済まぬ罪を放せ それを受け止めてやる 分かった, 分かった 死ね! 死ね! 外しやがった この私がこの距離でも待っているわ ハニーキーに欠けた一枚カードを送って この世界、敗者が出ない世界に それをわざわざ一枚カード この世界に愛して それが古い奇跡を求めた 千年の旅の最後にたどり着いた答え 見到鷹眼要被大夫的時候 傅竹出現把他救了下來 被救下的鷹眼沒有去解他爺爺的筆記 而是靠在傅竹的懷裏一直哭泣著 原遊記如期而至 他們玩得很開心 彼此の中で 彼此の中で 7月1日 遊びに行ってくれ もし帰ってきたならば ごめんなさい あなた 生きたい 死にたい 生きたい そう なら生きなさい どうせ言っても お友達は嘘だけ そう言ってない 嘘なの? なら 死にたいよ お子様ランチの果て もう一本手に入る え? はぁ ずるい 私に難所で お父さんとお母さんのデパートに行く気だ ずるいずるい 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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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もしよ 私の代わり 大丈夫だよ お姉ちゃん 何があっても お父さんとお父さんとお母さんが一緒だもん えっ 1 空間 敆 はぁ し 今 友達 原 average said 作詞 若是 莉莉莉原 作詞 作曲 祖过 以 保持她 作曲 教 firm 二十分揃ился 入手 三madı 三 씨가 这是我 能为是幸福 出来ر天 pour 瑞粉 酷 先休息 那么韩传迷迷知识系列就到此告一段落了 最后总结了大家想看的分分别是 未来日记 狮鬼 替身 Happy Sugar Life 以及我在家带个私货 带完论破 因为斯蒂姆下促的缘故 我脑袋一热就把带完论破全系列都给买了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我就只是单纯的认为带完论破非常好做视频 真的非常推荐这部翻 推理致律翻 最重要是这翻一集死一个 那么非常非常非常感谢 会员用的汉牙子W 星级酒店 花眼白龙 发情人决赞 白雷中 繁花落精命如师 迷你妞 528 名称已存在成N 替君 蚂蚁子酱 善明 名称已存在成2 正宗血统 蒙古马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你们的重点支持 谢谢 那么最后归求大家的推荐三连 都最后结局了 要个推荐三连 不过分吧 那么我是星纱布批君 我们下一个系列